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啊 咱们交代了 查哈尔亲王阿布奈 仗着自己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嫡系血脉 并且怀着和大清国有着王国灭种之恨 在行为上啊 对朝廷对皇上是十分不敬 于是尚在少年的康熙皇帝 和自己的祖母孝庄文皇后 社稷圈进了阿布奈 咱们在进入今天的证书之前 得讲一个小插序 因为昨天有好朋友给我留言 说这阿布奈的儿子布尔尼 起兵叛乱大清朝廷啊 最后起兵失败 就苦了这阿布奈的女儿和外孙了 那位朋友说这阿布奈的女儿 就是康熙皇帝的良妃卫士 外孙呢 自然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 那个八贤王印四 也就是后来雍正皇帝最大的政治对手 不对 这两个人啊 他不是一个人 虽然从汉语写出来啊 都是一样 我想啊 在大清朝的时候 念这两个人的名字 发音是绝对不一样的 因为这康熙皇帝的大姑父啊 是蒙古人 姓布尔之金 这个阿布奈念出来啊 肯定是念蒙语 八叶印四的外公啊 是个满洲人 您别以为啊 他姓魏 是个汉人 不对 他后来啊 嘉庆皇帝的亲娘魏家士可是不一样 他们之所以有个魏氏的汉姓啊 是因为他们当年在辽宁牛庄一带 与众多汉人杂居 那会儿啊 还是明朝呢 所以他们就给自己啊 取了一个汉姓 他们在满族老姓里啊 是绝禅士 皇太极时期才归顺的满清 这家的人啊 在内务府一直是啊 皇上家的厨子头 后来因为贪污坏了事 这才被编入到内务府心者库 至于是哪辈子犯的事啊 说不清楚了 到了良妃的爸爸 绝禅阿布奈这儿啊 早就没事了 所以说这良妃啊 才能选秀进宫 关于良妃的命运 咱们在前边讲 康熙皇帝后妃的时候 已经交代过了 咱们在这儿啊 不多掰扯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得书归正文 说一说呀 这康熙皇帝和孝庄文皇后 是如何定计活捉阿布奈的 这康熙皇帝亲别 给查哈尔亲王下了一道诏书 圣旨上的内容啊 写得很真切 这康熙皇帝说啊 这大姑父啊 你不能跟朝廷的关系 闹得这么僵 你看啊 你从你这查哈尔王府啊 出来一趟 你呀先到圣经 给你哥哥扫扫墓 再到尊化皇陵 给先帝爷磕了头 你来不来经常看我的 没得关系 你这样办了 也算咱们亲情不断不是 这阿布奈一琢磨呀 挺有道理的 于是就颠不颠的 先奔了圣经了 到了沈阳一看呀 他算是傻了眼了 他哥哥原来住的 那个俄父府啊 早就给他收拾出来了 把他望里一推 坑窿筐腾一锁门 您算是啊 被圈禁了 康熙皇帝心里明白 这蒙古查哈尔部啊 知道他们的头人亲王 被皇帝无端的就锁压了 一定会闹事 于是紧接着一道圣旨 就让这阿布奈的儿子布尔尼 承袭了他父亲的王爵 并且把敦秦王 伯格他们家的九哥哥 越籍 加封为顾伦公主 许配给了布尔尼 就这样呢 这布尔尼啊 也没办法 只有这暗齐暗憋的过日子 可是这事情啊 总有爆发的一天 长大成人的布尔尼啊 就想去圣经 看看自己被圈禁的父亲 他怕自个儿啊 人单是孤 于是呢 就带了自己的弟弟 又联合了草原上的几位王爷 一同到了圣经 说呢 是给自个儿的大爷扫墓 其实就是想看看亲爹 到了圣经以后啊 把这点事儿 跟圣经将军一说 圣经将军听后大怒 怒斥布尔尼 大概的意思是说呀 你这个罪人 还想见罪人吗 这布尔尼也是性如烈火呀 当时就翻了脸了 扬年啊 踏日必凡 回到草原以后 这布尔尼兄弟 就开始磨刀祸祸 叙事待发 他们在等 等待着一个进攻中原 反叛大清的机会 哎 这个机会啊 很快还就来了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远在云南的平溪王乌三桂 诛杀了云南巡抚诸国志 自此之后 三藩之乱爆发了 大清国赌上了举国之力 决定平定三藩 就在康熙十四年 三藩之乱 正打到如火如荼的程度 草原上的查哈尔亲王 布尔尼和他的弟弟 罗伯藏 绝对这起兵造反的机会啊 到了 因为这哥俩心里明镜似的呀 康熙皇帝手里啊 没兵了 所有的八旗兵啊 都派到了平定三藩的前线 这个时候 正是京城空虚的时候 率兵南下 攻占北京城 不但能以这康熙孝庄为人质 释放了自己的父亲 保不齐自己 还能在北京城地 当个皇上武的 于是这布尔尼兄弟 率领着叛军 呈崔库拉朽之士 一苦错泣就打到了热河 刚攻些热河呀 这布尔尼还没来得及美呢 就在这个时候 迎面一只八旗禁旅 拦住了布尔尼大军的去路 好家伙 这只八旗兵啊 足足有十万余人 您听了纳闷吗 您纳闷 这布尔尼兄弟也纳闷呢 这康熙皇帝 哪来的这支生力军呢 并且呀 是如此庞大的一支部队 要说清楚这个呀 咱们还得往前再倒两天 倒到什么时候 倒到前些日子 布尔尼兄弟在大仗之中 商议如何起兵的时候 这两个家伙 在大仗之中密谋造反 可是他们却没想到 这隔墙有耳啊 这兄弟二人的密谈 全被公主身边的长使 新柱偷听到了 这位长使啊 那是公主的随嫁 姓傅察氏 王爷府里边的侍卫出身 这种人啊 心里边只有主子 没有旁人 知道这事之后啊 那赶紧就汇报给了公主 公主啊 是个知晓大义的人 于是就跟这新柱说 这事啊 咱们得赶紧往京城奏报 你不能去了 你一去也就露馅了 你让你的弟弟 阿祁跟去 进京之后啊 到王府 老端王正在平定 三番的前线带兵 你让他呀 到王府里找大贝勒 让大贝勒赶紧进宫报信 让皇上太皇太后 早做准备 北京城里的康熙皇帝 接到这个信之后啊 也是没抓呢 没兵可派 这八旗兵 全派到西北西南的前线上去了 这北边的叛乱怎么平定啊 这是个问题 就在这时候啊 那还得说是老谋深算的太皇太后 校庄文皇后给这康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 说呀 我宝举一个人呢 保证能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康熙皇帝一听啊 说您赶紧说吧 您就别卖官子 让我着急了 您 宝举的是谁呀 这太皇太后也不着急 嘴里头啊 就说出两个字来 土海 康熙皇帝经过这太皇太后一点拨也是醒了枪了 他知道这土海呀 这土海呀 可是这满洲能文能武的人 是马家士满洲整黄旗人 现在是中和殿大学士 李不尚书 这爵位上啊 是一等轻车都位 可是啊 这土海这会儿啊 正请着并驾呢 能不能行啊 太皇太后说呀 没关系 你就说呀 这是我的旨意 这土海听了之后啊 就会立刻销了并驾 滴滴滴的来 报效朝廷 果不其然啊 土海呀 是临危受命 决定带兵评判 当然了 这土海 他是文官出身 不能做主帅 于是朝廷就给土海 派了一个撑腰的元帅 康熙皇帝亲命 多罗郡王厄渣 为辅远大将军 土海为副将 实际上啊 这大军的指挥权 全在副将土海手里 可是啊 这将帅都有了 大军在哪呢 这会儿的北京城里啊 萧綦营火綦营 早已经派到平三番的前线了 这前线呀 要是再要人的话 皇上也只能派自己的护军出征了 这土海屠军们 跟皇上说呀 您啊 把心放在肚子里 护军您留着 我有办法 您看您派出去这些骑兵啊 全是正身骑人出身 可是这京城里 不但有正身骑人 还有开护骑人 正身骑人家中 还有奴才 入关以后 这些人呢 并没有进身进疾的出路 当年这些人晋升啊 都是靠的战功 如今没有战士啊 他们也就没有了进身部 您呢 把这些人给我 我挑个十万 带他们出征 一定能够一举歼灭叛军 接下来呀 就是皇上 您得拿俩钱 我呀 得靠钱 把这帮奴才的士气 调动起来 这皇上一听钱呢 就不愣脑袋 没有 什么没有啊 钱没有 举国之力 打了好几年的三番了 这国库里 哪有钱给你啊 这涂海一听啊 之作牙花子 一呸大腿啊 说也罢 没钱呢 咱们就按没钱的来 临开拔之前 就在京北的养山萨叫场 这涂海 涂军们啊 给这十万大军 开了一个世事大会 大会一开始 这涂军们一上台啊 先给大伙道喜 恭喜恭喜各位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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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兵的一听 联邦得问呢 说这军们 喜从何来呀 涂海说呀 这个是天大的喜事 我要一说呀 准保乐死你们 这个天大的喜事啊 跟钱有关系哦 这士兵们一听钱呢 这眼都瞪了出来 只愣着耳朵啊 静等着屠军们 宣布这件喜事 这涂海呀 不慌不忙 嗖了嗖嗓子说呀 这回咱们出征啊 朝廷决定 不发军饷 这十万人 这个泄气哦 这临时被抓出去 当差打仗啊 正来正不来 功名啊 还在其次 怎么着 您连钱都不发是吗 主帅 服远大将军 罗信君王 听了这句话之后 我差点没坐在地下 心的话说 屠海呀 屠海呀 你这么说就不怕这士兵滑遍吗 这屠军们呀 倒是不着急 跟这士兵说呀 你们知道咱们这次出生是打谁吗 这兵士们都说知道啊 是反叛的查哈尔亲王布尔尼兄弟呀 屠海说对呀 那可是黄金家族 你们知道这成吉思汗 雄霸了整个天下 他弄了多少金银财宝吗 大元朝一倒台呀 这些财富啊 全落到了直系黄金家族的手中 你们可别忘了 这草原上现在唯一的伯尔之金 可就是布尔尼家 临出征之时 这皇上啊 特地的应允我了 说这帮小子出征啊 都是自个家的奴才 就不发工资了 可是啊 也不能苦了这帮孩子 这伯尔之金市啊 家里有多少金银财富啊 抢了之后 朝廷不要 这帮奴的小子们啊 谁抢归谁 好家伙 这句话一说出来啊 那简直是清酒红人面 彩白动人心呢 这这这 这别愣着了大帅 咱们起兵吧 这支八级大军 感到热和就和叛军对了面 二话不说 一个多月没用 俩月就把这支叛军 全军剿灭了 至于抢没抢财宝啊 我实在是没查到相关文献 咱们呀 不好在这瞎说 那我想啊 那是善不了 这布尔尼兄弟怎么样了 布尔尼兄弟呀 在乱军当中被射死 这叛乱啊 很快就平定了 关于查哈尔叛乱 也叫做布尔尼之乱 咱们这段书啊 不再往下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段书啊 它主要讲的还是八旗 咱们呀 不针对一场战争 使劲往里钻 您别以为呀 我说的就是一段评书 逗您开心 关于这场战争 在清代的官书正史上啊 被凭三番之乱的光芒 所掩盖了 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些 也并不是没有根据 我都是从 李朝实录当中摘选下来的 您要是觉得 我聊的不过瘾 您可以找一本朝鲜史 回来读一读 也是很有意思的 得嘞 精彩回幕啊 还得在明天 明天啊 咱们聊聊 这大清国经过这个 蒙古诸布叛乱之后 是如何加强北方防御的 我呀 还得跟您聊聊 这康熙皇帝 为什么费心费力的在热河 修建了一座 避暑山庄